大国外交最前线 大家好 我是保晓风 在这个金秋时节 我们大国外交小分队又出发了 大家看在我身边的这条宽阔的河流 就是俄罗斯的母亲河 福尔加河 在福尔加河河畔的千年古城里 一场历史性的会晤即将召开 11月22号到24号 金砖河畔的河畔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实现历史性扩原之后 金砖大家庭即将迎来首次大团聚 我现在就来到了 本次金砖峰会的主会场 喀山会展中心的新闻中心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其实一进到新闻中心里面 我就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因为感觉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金砖时间 那我看到了很多来自金砖国家的 不同的媒体同行 他们已经在做着预热报道 和相关的准备工作了 那走到这里 我被这样一些形态各异的艺术品吸引到了 大家看 他们都是来自金砖国家的 具有非常鲜明标志性的一些艺术品 比如说这里 大家看 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的大熊猫 还有奇花 我想这些艺术品也是彰显了 不断壮大的金砖大家庭的生机和活力 那其实这次出发报道金砖峰会之前 康辉老师也给我布置了一个小作业 我觉得还是挺有难度的 他说让我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下这次报道的主题 那现在来到新闻中心之后 我想可以给出答案了 那这一个字就是大 首先就是大金砖 大家庭 随着金砖的不断扩容 金砖合作机制 也进入了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 那说到这个大 我想它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大声音 大格局 大家看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幢灰红的建筑群前 那这里就是喀山的著名地标 克里姆林宫建筑群 您知道吗 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内城堡 特别有意思的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这幢建筑群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风格 有斯拉夫式的拱门 有罗马式的尖顶 蒙古包式的圆穷 以及我们中国风格的雕梁画动 这些不同的风格和元素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和谐而美丽的画面 就像不断壮大的金砖大家庭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 拥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 但是始终秉持着 共同的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初心 2024年是大金砖合作的开局之年 金砖国家大家庭实现历史性扩原之后 习近平主席将同金砖国家领导人 首度限下聚首 既往开来 成前起后 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 也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习近平主席的大金砖之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